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多空变化 大到质检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网最牛逼 最专业 服务最全的频道 JBCrypto的频道 但以赚钱但以非 绝对不是说而已 是吧 口说货评 看一下我们电报群组 点击影片下方说明来会 链接点击即可加入 OK OpenTelegram 开电报之后呢 搜寻at JBCryptoTrader 就会找到我 这条大写 at JBCryptoTrader 好 这个这行码呢 在这里 好 这里 大家可以复制之后 直接到这边就可以 搜寻电报 找到我 视讯我是吧 好 看一下我们电报群 我们电报群呢 目前呢 也是处于非常不错盈利的 你看这里 我们昨天呢 给出这样的空头讯号 给出路纳讯号 是吧 这些讯号 这些利润 如果你也想知道的话 看这些做空利润 是吧 如果你想知道 那么欢迎加入电报群 连结呢 就在下方的 说明来会 这边点击加入 好 如果你想要加入VIP 那么需要点击这个 我的注册码 唯一就建 全球前五大 合约最顺滑的 百亿别交易所 入境最高享有 39的USD的证据优惠 好 随时有更多的收集活动 大家把握我一下 点击之后 一定要用我做数码链接 注册之后 然后你再 私讯我 那么你会加入VIP的 好 那么来到这边 讲一下 到目前这节目点 到底跌到底了吗 我告诉你 还没到底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 非常明显 上一支影片也讲过 大周期来说 底包顶部 目前786618位置 都是全部有效跌破 目前 至少至少出几886 甚至说跌破 2880到 到1.13的位置 都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不要抱 太乐观的情况 估计最大概率 发生的情况 是跌到这样的位置 大致上是 三万 两万八千八 到三万一的区间 在这个位置呢 可能会得到一个支撑 支撑之后呢 接下来就开始看 它到底反弹会多剧烈 假设 弹一弹 下来 试探之后 假设出现巨量反弹 那不错 如果呢 它在下面 一直磨 一直磨 那也是不在健康情况 看这边一直磨 那很有可能 这样 我弹一弹之后 还会跌破 我们就观察 它接下来 触及三万一 三万的位置之后 到底会有什么情况 我个人以太坊的一些现货呢 在跌破价格2650的时候 就全部出局了 毕竟说 我主要持有以太坊 但是呢 你看这里 这是一个重要支撑位置 这个重要支撑位呢 一旦有效跌破 会发现什么情况 你看 这个位置 你看这里 一旦跌破这个点呢 这个以上的位置 你看这边 周线已经形成一个low low 也说周线以上的位置呢 都不支持上涨 而且整段下跌呢 目前没有什么反弹 非常强的扣落趋势 所以 建议大家 也是不要过度追空的 因为下方的支撑位呢 也近了 我们看一下 周线级别 看一下以太坊 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样的区间 在这个区间嘛 是吧 这样的位置 这是一个需求位 是吧 好 看一下 support 到这样的区间呢 估计是比较高概率 可以得到支撑的 也是下方 大概1900的位置 可能2000 2100的位置 可能有一些阶段性支撑嘛 但是 可能呢 不是特别理想的 你看周线 我上轮暴跌啊 周线都是 还是上升趋势的 但现在呢 看 整个线呢 已经在周线以下了 均线以下了 你说现在呢 如果周线在死差 会出现周线级别的熊市 周线级别的变迈market 会是非常走的 你看 日线级别的变迈market 这样子 周线呢 会洗得更久 比如说我们随便画一下 假设出现周线级别的洗盘 他这样走嘛 我们看一下 回家是说 跌到这样区间 得到支撑 反弹 上来 排一盘排一盘 排一盘 然后呢 再一次跌破下去 再拉回来 都是有机会了 所以我要说 你的大周线来说呢 现在这个位置啊 已经有需要跌破了 我个人呢 现货已经全部出局了 没有听错 目前手上是空走 100%的USDT啊 手上是没有现货了 好 毕竟说 如果你最后想接现货 至少在更低一点 你就可以接得到 是吧 好 这是以上一些观点 先讲到这边吧 我们看一下 看他转 短头起来 日线级别 昨天呢 这个反弹呢 完全是无效了 看这边 弹起来之后 马上下一个包袱 最理想的情况是想 包袱形态之后 出现一个小反弹 试探上方的区间 假设说 他在这边 往上试探 短线上 试探上去 那也是 给到我们做工机会嘛 也是可以空的 只赢了在2000以下的位置 接下来在这样的位置 不建议追空 如果有法 好的反弹呢 我们会给到一个 做工的讯号的 如果想要知道 更确切的机会的话 那么一定要交定包群 点击即可加入 再说一次 点击即可加入 好 看到回来反弹面了 一旦防部份 日线就到此为止 看到四小时图 一小时图都一样 目前的均匀 大幅发散的 假设说 他接下来出现一个什么东西呢 出现一个 跌破低点周 又拉回 回去试探上方的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找个机会说 抓回撤位 回撤到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回撤到 2650 2750的位置 可以尝试做空 是吧 这位置做空 你的指引在哪里呢 将会在下方两线一线 的位置 基本上 点到这个位置 我评估起来 买盘是非常不足的 你看这里 非常明显 前面放这么大的量 买盘就这么一点点 一呆呆 是吧 很不够 非常不够 这个更明显 看这个这样的买盘 算什么东西 还有Q吗 是吧 所以这个位置呢 估计呢 绝对不是底部 顶多说 跌破之后 反弹上来 给他上方的位置呢 都是做空机会 不是做弱机会 想要抄底的 见我的朋友呢 你需要还要再等等 OK 目前完全是 没有到一个底部的 这个位置之所有支撑 是前面的一个什么东西 前面吸筹了一个 双底 看双底的位置 这个地方双底 双底的位置 所以这地方得到一个短暂支撑 也是很合理的 假设 得到支撑 反弹上来 给他上方的位置 做空 那将会看到这个位置 跌破的话 看到更低 两线一线 这是以太坊 比特币的话 就中央一样了 顺序是一样的 没关系 我们今天顺序做个颠倒 先讲以太坊 但基本上逻辑是一样的 基本上 试探三万一线 迟到之行 只是说他要怎么走呢 他要走出一个 他走出一个什么东西 他走出一个 做出个一小的底背离 上来之后 再跌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是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附近 这附近 是吧 可以寻找我们做空机会 也不要过度追空 看这个位置 寻找做空机会 是吧 好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操作机会 大致上的逻辑 跟大家讲过 基本上呢 现在就是找做空机会 OK 做多机会呢 我认为是再还还 基本上风险非常大 反正上方的位置 三万七的位置 三万六的位置 都是做空机会 给大家参考一下 目前的情况呢 空头短暂是有在缩的 但是呢 多头也是没有 就让买盘出现 所以现在的位置呢 是比较不理想的 但也不要过度追空 假设你追空 诶 抵下去 又拉回来 那你是不是要被套 是吧 很痛苦 好 以上这样的观点 看一下 就看一下什么东西 比特币市占率指数 市占率指数呢 目前呢 比特币呢 出现了 之前讲过的嘛 周线级别的什么东西 周线级别 这个小框框 我们变个颜色 变成黄色 这个黄色呢 是什么 针对周线 日线级别的一些假突破 日线级别 假突破的一个拉回 是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的蓝色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蓝色部分的话 蓝色部分的话 蓝色部分针对 周线级别的一些跌破 看 周线级别的破线低拉回 所以这是一个日线下周线级别的破底拉回形态 也就是 Bakeout False Breakout Breakout failure 突破失败 接下来上方拉伸会来到 至少估计会到 46的位置 市占率指数会慢慢震荡上行 是吧 上来 这也是一个熊市的征兆 假设拉伸到上面 那基本上也是一个走熊的征兆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接下来突破上的位置 将会看到更能够的位置 也就彻底走熊了 目前还要观察 比特币跌到3万的位置之后 有出现多大的反弹 反弹力度多强 是吧 好 都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好 废话不多说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确切的操作机会的话 那么一定要加入电报群 再次提醒 点击即可加入 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点击之后加入 是吧 加密货币行情起伏巨大 策略分析有实销性 如果不想错过最佳的赚钱机关资讯 请一定要按赞订阅 并开小铃铛 欢迎加入全网最牛逼最专业 服务全力频道 带你赚钱 带你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不论牛穷 应该炒币 我就敢带你赚钱 拜拜